香港足球運動 在二十年代已經清白了亞洲 人才配出 好像早期 我們有亞洲球王李慧堂 又有戚測球壇的銅球 譚光柏 到了五十年代 香港足球更加是敗放人才 我們有三條煙之稱的 姚卓舞 莫真華 何長友 又有瑞典腳之稱的高寶球 這一群足球名將 他們對於球壇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 我覺得香港最輝煌的時間 就是1950至60那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 香港的球員 無論哪一隊去外面打球 都是贏得很少 例如亞洲盃 亞運 就是麥迪卡 1957年 麥迪卡 香港是我當隊長的時候 第一次拿過這個杯 其餘香港就少了機會拿 因為香港很多球員 代表了台灣那方面 不是 從五年代的足球 那些歐六隊來到 都是有時會輸的 有時會輸給香港隊 而且那時候的技術 大家合作得比較好些 就是有些所謂三角短傳 那些月木的東西 就給觀眾去欣賞一下 這群五十年代的足球名將 除了在球場上 受到廣大的球迷支持之外 還受到電影人的賞識 邀請他們去拍戲 所以到了今時今日 我們仍然有機會 可以看到他們當年一流的腳法 目前在香港球壇上 最具之力的名將 就是譚光柏魯先生 他不單止當年楊威球場 而且桃李滿滿 今天是譚魯先生的八十大手 他的學生和一班老朋友 識日球場的英雄人物 每個都來跟他賀壽 這裡有很多老牌球星在這裡 你們儘管落足眼力 看看能否認得出 好… 謝謝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TAMBA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 謝謝… 大家在高興之餘 我們不如聽聽 坦白對今天的球壇有甚麼意見 每個球隊一定要有注意夾月餅 你沒有餅組哪有夾組呢 一直這樣升上去 打上去 現在好像不太注重餅組、月組 所以就要靠外人了 那時候我們全部都是清一色的 中國人 坦白說的外援 在六十年代末期 是足球界的一大衝擊 當年 有一些外援更加大受球迷的歡迎 好像大馬的籌子球 以及來自蘇格蘭的居里 黑哲晨 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一級外援 這是人生的 尋常 是非常常的 尋常 我和你一起吃 我不是會有一點 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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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o Wingye, Ho-Fi, tricky, very tricky Chong Chiu-Rai, one of the best center forwards I've seen in Hong Kong Also Chung Chi-wai, Chung Chi-wai and Chung Chiu-Rai Two of the best, 兩個極好中方, 太太香港 香港 1977年, 香港代表隊 遠赴新加坡踢世界杯外銀賽 經過了幾場激烈戰鬥之後 香港終於奪得小組冠軍 而這場球 替香港的足球史上 寫上了光輝的一頁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一幫為我們香港人增光的陣容 守門員是朱國泉 後衛有陳世久 曾廷輝 蔡玉如 潘祥王 中場球員有梁鄧仁 郭家明 鄧洪章 前鋒的是馮志明 鍾楚惟 劉榮爺 當他們回到香港的時候 當然是受到香港球迷的英雄式歡迎 而那時候的虛陷場面 可以說是空前結後 而我們這次要致敬的嘉賓 就是當時為我們香港人增光的球星 為我們香港人增光的球星